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没有受过什么委屈 学业顺利 大学毕业后 在省会城市找了一份喜欢的工作 学的是金融 在一家证券公司就职 大学的时候 谈的第一个男朋友是个富二代 家里做着家族生意 很有钱 男朋友家分别在西安 广州 苏州都有房子 男朋友花钱扩车 对我也十分大方 动辄在学校外面的酒店包场给我过生日 送礼物 更是那些大白的包包和衣服 还有项链 在同学眼里 我是那个穿着水晶鞋的灰姑娘 遇到了疼我爱我的白马王子 正当我沉浸在男朋友给我这段海市蜃楼般的爱情里时 我突然发现 他劈腿了 对方是个和他们当户对的千金 我这才如梦初醒 提出了分手 那之后 我有很长时间 再也不相信男人那些甜言蜜语 什么海市山盟都是假的 大三那一年 又有一个男生开始追我 他叫程芳 他是学电子科技的 看起来文质彬彬 性格内敛 比较幽默 特别有才 是学院院看的摄影编辑 空闲的时候喜欢摄影 虽然 程芳和我的前男友完全不同 但是 我还是很排斥 我说 大学期间 我是不会再谈恋爱的 你还是别浪费感情了 他却说 我从上学第一天报到的时候 已经注意到你了 后来 我看到你有男朋友 只能死心了 现在 你是一个人 我也该告诉你我的真心 如果你现在不答应 我还会继续等 直到你同意为止 我没有答应他 但他一直在等我 也许这是考验吧 到大学毕业前一个月 他还在等我 我同意和他交往 毕业后 我们在同一座城市找到工作 出入职场的我们 是两个完完全全的职场小白 什么都是从零开始 忙碌加班也就算了 每月每季度的考核 简直让我焦头烂额 每天忙得像个陀螺 每个月下来 薪水却还不够买一个平方 付出和收获的反差 好几次都让我有打退糖果的念头 挫败感爆棚 成放说 现在的一切都是为以后做准备的 没有磨练 哪有成长 你看着那些高收入 光鲜亮丽的 哪一个不是从我们这样的小白成长起来的 也许是我们的经历塑造了不同的性格 他的成熟在引导着我 静下心 脚踏实地地往前走 第二年 我已经变得成熟稳重了很多 心态也平和很多 只要稳步长前走 一切都在向好 除了工作 还有我们的爱情 第三年 我带着成放去见父母 我的父母喜欢他的稳重 尤其是我妈 他一眼就看出我和成放的相处模式 他告诫我 小性子可不能经常使 要适当收敛收敛 我心想 这还是我妈妈 还没结婚 心已经偏向成放了 十一放假前 成放的母亲打来电话 说他父亲病了 是急性脑梗塞 我们买了最早的机票 急急赶回去 我是在医院里看到成放父亲的 因为高血压 导致的脑梗塞 躺在床上半身不随 说话也不利索 成放还有个哥哥 也在床边照顾 见到我 大家都很客气 尤其是成放的母亲说 在这样的场合见面 实在抱歉 我说 本来想早点过来看看你们 一直太忙了 成放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说 也是 两个人在大城市打拼 确实不容易 她的手很温暖 我瞬间感觉 她不是那么陌生 晚上 成放的母亲让我们回家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又去医院 成放的母亲一脸疲惫 她说 照顾病人就这样 要两个小时翻身 害怕压出错疮 还要按摩 擦洗 一直输印 因为饮尿 随时要换内裤 我听了确实辛苦 第二天晚上 成放说 她留下来陪床 我说 那我也陪着你吧 成放的父亲经营着一家钢材厂 这几天 她住院了 厂子的事交给合伙人 那天晚上 合伙人打了电话 说厂里出了点事 成放和她哥哥一起过去处理 我只好留在病房 当我亲眼看见 成放的母亲不停地擦洗 翻身 喂饭 喂水 太累了 我说 阿姨 还有什么 我帮你弄吧 刚开始她有点不好意思 在我的坚持下 她说 那你把这两件衣服洗一下吧 我端着盆去了洗手间 那是刚给成放的父亲 换下来的两件短袖衬衫 洗完了走进病房 我看到 床前又多了一个盆 我端起来正要去洗手间 成放的母亲看到了 喊了我一声 小敏 我抬起头 她似乎有话要说 却还是没说出口 说了句 没事 去了洗手间我才发现 这一盆子 全是换下来的成放爸爸的内裤 好几条 我当时觉得很恶心 可是 既然已经端进来了 怎么办 难不成放下不洗了 我这才意识到 刚才成放母亲为什么犹豫 似乎有话要说 幸亏 刚刚洗衣服的时候 她给了我一双手套 我在洗手间里犹豫了好几分钟 曾经听说过很多 儿媳妇第一次去婆家 都是好吃好喝款待的 可我 婆婆居然让我洗这么多男人内裤 越想越气 可是 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让我耐下性子洗掉 晾好 我才出来 成放的母亲看我弄完了 笑着说 实在不好意思啊 第一次来我家 是在医院 还让你干这么多活 我嘴上说应该的 但是 心里很不乐意 她继续说 我本来以为 你们这一代人 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但是 从你身上 我看到很多优点 能吃苦 会忍耐 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 婆婆刚才是在考验我 可是 也不用用洗内裤这种事来考验吧 那天之后 我和成放又在医院陪了好几天 洗衣服的事 成放的母亲也会让我帮忙 其他爸爸内裤的事 成了成放的活 后来我问她 为什么不买纸尿裤啊 方便还不用洗 她说 纸尿裤不透气 穿上不舒服 对皮肤不好 这种棉质内裤舒服 穿一次扔了觉得浪费 不过最多也就洗两次扔了 我听完觉得有道理 那几天 一直没见成放的嫂子 成放说 哥哥家的孩子还不到一岁 父亲生病了 孩子不宜来医院 嫂子只好带着孩子去了娘家 和娘家妈妈一起照顾孩子 在医院待了一周 我们回来了 成放的爸爸恢复得很好 没有留下后遗症 一年后 成放的父母帮我在省城 全款买一套房子 当时我很惊讶 暖房的那天 我问成放 你嫂子说 他们住的那套老家的房子 也是你爸爸妈妈给的首付 他们自己按揭还贷款的 为什么给我们全款买房啊 省里的房子全款几百万呢 那是聊两口一生的心血 成放笑着说 可能是我爸爸妈妈 更加偏心你了 我当时也没放在心上 后来我们结婚了 婆婆拉着我的手说 当年你一点也没嫌弃 洗了他爸的一盆子内裤 那时候我就想好了 一定要把你当女儿一样戴 我满泪盈眶 说实话 我当时洗内裤的时候 也觉得很不舒服 但我学会了忍耐 这忍耐也是成放教给我的 他说 学会忍耐才能成大气 没想到 这一点也被婆婆肯定 再后来我生了孩子 婆婆义无反顾地从老家赶来 帮我带孩子 看我忙 还帮我做饭 现在 我和她的关系 真的像母女一样 彼此关心 彼此温暖 成放的嫂子 有时候会说风两话 你不就是洗了几条内裤吗 把老头老太太 忽悠得服服帖帖 把成家的便宜占尽了 我笑着说 你也可以啊 谁也没拦着 她却说 现在不让我洗内裤了 让我自己还房贷 这算不算考验我 我说 可能是吧 但我想 如果 做每一件事 都先想着有什么回报 带着算计的话 很多事都做不好 结局会是一场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书名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会尽力满足 我让你留意 在新开通了Facebook 我会尽力满足 我会尽力满足 我可以尽力满足